大家好,欢迎来到娟子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肉丸汤非常好吃的做法 鲜嫩又美味 先准备几颗洗净的小葱 切成长段 生姜切片,再切成细身 装到碗里 晃入一些花椒 倒入热水,把食材浸泡出香味 接着准备一斤的猪肉 昏成长条之后,再切成小块 装到绞肉机里面 先将盖子盖上 启动按键,打成肉馅 像这样比较细腻一点就行了 倒在大盆中 现在来调味 加入盐 白胡椒粉 半勺鸡精 再打入一个鸡蛋清 增加肉馅的口感 吃着Q弹 再将花椒水过滤到肉馅中 花椒水可以给肉馅去腥增香 花椒水完全被肉馅吸收之后 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这里加入了淀粉 能使肉丸更好的成型 吃着口感滑嫩 搅拌均匀以后 再抓起肉馅摔打几分钟 要像盐子好吃有筋道 这一步也很关键哟 最后搅拌好的肉馅 有辣丝状就可以了 锅中提前烧水 不要完全烧开 像这样撕开灰开的状态最好 下入盐子就不会被冲散开 用扶口转着挤两下 下入锅中 全部下完之后 把上面的浮沫撇一下 煮到丸子全部飘起来 我们来调味 加入盐 胡椒粉 少来一点鸡精 最后换一把洗净的青菜 把青菜烫熟 就可以关火了 盛到大盆中 淋一点香油 撒上一把葱花 就可以开动了 这样做的丸子汤 汤汁清淡不油腻 丸子也很Q弹嫩滑 这个季节做上一大锅 非常的营养好吃 喝上一碗全身暖和和的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咱们下期见